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們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B還有Twitch 好,我們開始 就只能換進入後面的劇情 要拯救夏侯儀的雙親 那我們先來到河州城 把阿玲還給我們的阿吉 主席夏侯儀大哥 你真的把阿玲給救回來了 還好他好像不記得被拐手的事情 那像他這麼膽小 只怕做得上好一陣子的噩夢 那就好 欸,就這樣 所以送不送沒差嗎 好,就這樣 我夢到奇怪老婆我帶著我行進各地 可是其他都不記得了 笑大哥,這是不是夢啊 你就當他是個夢好啦 OK,好,我們直接回到 樹桌吧 好,我們跟老闆講話 請老闆 最後一件事情要請你幫忙 不是老闆能否答應 什麼事啊 先說來聽聽再說 原來如此 你們的事 我當然是幫忙到底啊 我這專做西哈郡的生意 平時和他們熟得很 就算出了岔子 反正也不什麼大事 跟他們虛與唯一 一番就沒事了 我這排車隊和我們一起回甘州 剩下的 你們自己和坦鐵匠善良就好 請老闆,真多謝你了 好說好說 我們直接 走到 樹桌 甘州 這隊已經在城外 只要通知彈前輩 就可以準備寵框了 甘州 好,這邊有兩個路線 就是要先對這兩個人講話 那件事真的要辦 那還用手 不然大人剛好派我們埋伏 可是 乃真以下的死罪 當然真的 別再這種 說這種話 就是給人聽見 也罷 後面的時刻將至 老地方見 那兩個傢伙 那商量什麼壞主意 只可惜內容聽不清楚 ok 然後聽完這兩個對話之後 我們可以走另外一條路線 因為走 樹洲 近樹洲就 下猴一半嗎 我有兩條路線可以走 然後會影響到結局 然後再來 客棧外左側 客棧外左側 這裡 是不會錯的 應該在日裡 沿著天上南路 經過甘州 沒有人帶兵馬戶 只要在此 西北離附近的沙漠中埋伏 應該就會 掌握 原來如此 派他們裝著尋常庄稼 和安撫在此 到時候再偽裝 沙漠盜賊下手 那便萬無一失 當然 這樣可以給沙漠盜賊 否則以殿下 致一名 萬一到頭領頭上 那豈不是弄巧成左 大人的才智 既然咱們是不是畢了 咱們就去幹活吧 有時候錯過了 可就不妙 殿下 統領 這些傢伙當然做什麼勾盪 事不一定和賀蘭鐵塔有關 好 然後咧 OK 直接出城 好 出城 那三個人 到底想幹什麼勾盪 雖然混入術之後 準備已經妥當 這件事還是令我很在意 我剛剛該去調查此事 當然要啊 是 既然彈前輩說隨時都可以出發 當然 當 當哥這一回應該還不為過 既然讓我給知道了 還是去查明此事比較安心 這就出發吧 然後咧 出城後往左走 往左走 到這裡找到了 咧 窗公主殿下 我們知道你在馬車上 我等不想上車 驚擾你 你還是乖乖的自己下車吧 大膽匪徒 將他觀念話樂之下 阻擋本公主車架 不讓殺著本公主兩面 心腹水寵 還驅所拉車的兩批身口 你們到底有何居心 公主息怒 我們直接言下有點事情 想要勞駕公主跟我們走一趟 只要你乖哥跟咱們走 咱們保證不會動你一根寒毛 你們膽量可真不小 在這之前我倒想問問 你們板家本公主到底有何用意 這個說來簡單 咱們兄弟缺錢用 想當公主大人跟大王換點 靈勇花花 公主大人莫怪啊 是嗎 尋常盜匪會知道 本公主為服外出的路線 尋常盜匪有感想帶這種事情 我瞧你們談吐 舉止不像強盜 倒和咱們大家的軍兵有點相似 只是我想不出重兵將之中 會有誰如此大膽 嘿嘿 公主大人 在沙漠樂不可當 將必你是被曬昏了頭 我自個胡思亂想起來 咱們就是接你回去 回去你就在咱們那兒待個幾天吧 是嗎 反正本公主就是不一 我倒想看看有沒有擋下動我 不愧是咱們大下國 聲明遠部的銀川公主 既然如此 那咱們就得罪了 到哪兒盜匪 我們想對弱女子幹什麼勾當 這位公主你是 咦 三個人 你們該回這三個要攪拌成強盜了 咦 這小子怎麼知道我們這事 笨蛋 你這陰森不是拆裝的嗎 算了 先殺那小子再說 姑娘 戰爭兇險 請你先退下 啊 嗯 你可要小心 多管鞋子小事 咱們今天要叫你後悔 躺這個渾水 做得到的話 就試試看吧 哼 這些假強盜 雖非尋常盜匪 這男士不堪一擊 只不過 不知道他們為何要辦成這個樣子 嗯 看過這個帶頭的傢伙 身上所帶的書信之後 或許有趣真的真相大白了 書信 信裡面寫些什麼 抓到他之後 千萬不要傷他 以免要迷魂之後 一個大尾書桌石塔待命 不得有 咦 書桌石塔 不就是賀蘭鐵寒的根區地所在嗎 你知道賀蘭鐵寒 是啊 他和在下很有點過節 話又說回來 不知道這批人為何要請捕姑娘 姑娘與此可有所知 嗯 這我也很不明白 這樣好了 這樣少小也想找他算賬 就讓你們陪我去書桌 相當為何清楚好嗎 啊 可是賀蘭鐵寒的在書桌不為重兵 姑娘您只能 只要你們喬裝成我的侍從 要經書桌便有絕對問題 那賀蘭鐵寒就算再怎麼大膽滿狠 也不敢工廠對我怎樣 姑娘 你究竟是 這個之後再告訴你吧 少小 我這提議你覺得如何 只要委屈你當我一會兒的侍從就好了 怎麼這苦無進入書桌之法 竟然姑娘有此自信 怎麼就姑且一事吧 多謝少小相助 這裡還有幾套四聳的衣服 就暫時委屈各位了 到了 我穿得跟神秘人一樣 站住 賀蘭將軍有令 請讓凡是進出書桌等等 許得行豔名身份放個放行 哼 從什麼時候開始 書桌變成賀蘭鐵塔的領地了 不過在那蓋了間鐵衛軍石塔 他就得意萬行起來了 大膽 這樣對賀蘭同你出言不遜 這女子心還不軌 我小心把他拿下再說 看來鐵衛軍恨爆之名 可能會想 你們要拿我嗎 我拿大廈國銀川公主 銀銀黃 你們可認得這個硬牌 這是大王的金雕鐵令 你真的是 公主殿下 手下有眼無助 對公主出眼無力 罪該萬事 萬公主殿下開恩恕罪 我應該沒念錯吧 以銀黃 鳳黃 鳳黃 鳳 銀鳳嗎 鳳對不對 鳳鳳 好一直念錯 你們知道分村就好 對是鳳鳳 那字太密也看不太清楚 嗯你們知道分村就好 我對這你們最可沒興趣 我要見的是你們統領 你們快去安排 不得有誤 是請公主隨我們先到石塔 中等候 帶路 是 不知公主殿下特地前來 赫蘭天安未得通報 有失原因 還請公主恕罪 赫蘭將軍 這回我本身代替父王出使插州 對曹太守 表達清善之意 不過父王聽聞你手下的鐵位圈在這裡帶惡名援 要我路過訴州之時順便查訪一下 赫蘭鐵漢約束屬下武力 招致民怨 有損大王與大下生命 還請公主與大王降罪 嗯 這還是只個小事 我這回只帶了幾個水蟲為虎出訪 日期路線本日誰都不知 但我卻要訴州城北招一拳 假扮的強盜所席 還好我的水蟲們身手不凡 將他們盡速解決 假扮的強盜 秦秉殿下 甘肅兩周生活艱難 許多幽民本就靠打劫為生 遇到強盜並不稀奇 不知 不知殿下何以認為他們是假扮的 這個雖然簡單 那批假貨的頭領身上帶一封書信 嚴道在得手後 把本公主帶到速州城石塔雲雲 天下其有這種強盜 賀蘭將軍 速州城鐵衛軍石塔可是你大本營 你說他們是要把本公主送到誰的手裡啊 提領天下 這 這個屬下不知 是嗎 更妙的是我強盜書信的筆跡 龍飛鳳舞 別有一番草莽剛進 看來何將軍你的筆跡 倒有幾分相像 嘿 我派這麼多人馬去 沒想到還是失守了 遺憾得很公主殿下 我本想留你一命 圖了皆大歡喜的結局 事到如今 只好把你殺了之後氣勢謊言 是你逼我這麼做 可別怪賀蘭鐵漢很辣無情 賀蘭鐵漢 你可能心懷不滾 我力上奏父王 竟然招回心智至最 好公主 你先擔心自己的性命吧 就算你的水蟲再厲害 也對付不了斯塔里的整隊軍兵 你 你別過來 赫蘭鐵漢 如果是我們呢 哇 這 這是 赫蘭鐵漢 把我墊掉黃奶 赫蘭 來了 把他給我拉下 OK 好大家安安 大家安安 可惡 赫蘭鐵漢這傢伙 叫自己手上當氣死鬼 自己都要逃得飛快 少俠 你這些手真訓 赫蘭鐵漢治好的鐵衛軍軍隊 在我們面前 全 全然不堪一擊 我今天真的開了眼界 殿下過獎了 我從小就一鄉離 這沒見過什麼公主娘娘的 沒想到今天就 成了銀村公主殿下的水寵 拜殿下之刺 我今天也是大開了眼界 別這麼說嘛 我知道 你這種性質的人 未必喜歡和凡文魯傑王 是中文打交道 所以就不想說明這件事 不管怎麼樣 今天有救命之恩 我來著銀天設法暴打 請問少俠最新大名 赵霞夏夏侯儀 殿下 眼下還說不上什麼救命之恩 咱們說打掉了賀蘭鐵漢 但他判心 為我們所知 並且熔目的我們森林是死塔 這裡是他的大本儀 咱們有如貢中之鞭 依然未脫險境 為金之計 只有設法遭到賀蘭鐵漢 以他為止逃離此地 如果要說救命之恩的話 等到時候 再來說吧 夏侯公子說的是 那我該怎麼幫你 殿下 你什麼都別做 在這個房裡找個地方躲著就好 倘若我們做到賀蘭鐵漢 這回來此和你會合 除此之外 不管誰來都別先生 知道嗎 嗯 我知道了 你們可要多加小心 多加殿下關係 我們會快去快回的 好 十塔二樓 這上本好像從後面上鎖的 所以我們出不去 所以我們要沒辦法下樓了 哈哈 這走這個路線是不用救 不用救兒子的 因為兒子之後被自己救出來 哼 好勝出的陣仗啊 這顆血一樣是擋不住我的 小子死到櫻桃還在狂吹打擊 且先看看你的主要是什麼 糟了 是埋伏 可惡 所謂兵不厭詐 果然家人還是老的辣吧 趁著他們射受重傷自己 趕快給我拿下 是 哼 我才不會輸給你們 我中傷了嗎 也還好啊 我也期待霸劍小雲鹿 霸劍應該今年會出 應該是今年出沒錯 遺憾得很 沒人來你們如願 接下來你們又待如何 好小事 沒想到你能撐過這一戰 不過這一切到死為止 你們休想再往前一步 不怕死了就來吧 當我則死 有一個好小事 把他成功 不至於 突然會擊 Key 座山又闖過一關了 赫蘭鐵還 這隻乔寶 下一個就是你了 OK 先存檔 好頂到了 這麼快 所以這個路線是不會直接去救兒子的 貪鐵匠的兒子 誒不是馬車喔 是當銀川東直的水寵進來的 賀蘭鐵漢 我走上找到你了 小小子 你們單純攻到這來啦 真是打出鞍利藥之外 少廢話 快把我點檔交出來 否則我把你瞞在沙漠裡餵徒鷹 嘿 老虎不發尾 倒給你當病貓啦 不止死活的小子們 那你常常還認真起來的厲害 要比槍技的話 有我古倫德鳳梅 赫蘭同理 你還是爽快的把人交出來吧 是啊 快把下午伯伯下午伯伯還拿 不然我就痛打你一頓屁股 這等明晚不靈 想是不會聽勸的 我要先以無力勤撫他 再慢慢逼罐便是 就怎麼辦 嘿 安身為坦坦鐵衛軍統領 且會叛了你們 先分出高下再說吧 給我殺 來吧 OK 應該不難啊 應該不難啊 完全不會痛 癢 喔 喔 我們用神獅幻關關塔一下 連那個 赫蘭鐵函的開箱鋼筋都對我們沒用 好 神獅幻關 神獅幻關 給我死吧 有蠻鐵函 該去吃便當了 趕快快死了耶 火圓器具 呵呵 好弱喔 好啦 我先用古倫德的招式好了 炎殺吉 看一下 哎唷蚊子 怎麼房間有蚊子啊 這可以幹嘛 一直損血 升等 可 可 可惡 赫蘭鐵函 這下你還有什麼話說 小小子 算你厲害 可惜 一些都已經太遲了 哈哈 什麼意思 你的爹良 都已經歸天了 什麼 你包地他們 不是我想殺他們 是他們耐不住拷問 意思來不及就 就此回天法術了 呵呵呵 小猴小子 或許你娘說的沒錯 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要怨 就怨你的面不好吧 你說什麼 有種的 再給我重說一次 嘿嘿 還有什麼好說的 當初你娘撿到你的時候 你的強寶尚給我上紙條 說你是邪意巨盛的不祥之子 明知之後必成大海 但又不能奪你性命 事宜將你去以荒野 任上天決定你的命數 哪至你娘因為沒有生殖的之故 見你長可愛 就會將你帶回去 撫養長大 嘿嘿 那日啊 他夫婦兩人在牢裡相對落淚 接受此難是單初違背天命之故 言之這不是因為你的緣故 住口 住口 小大哥 罷了 既然天長都已經死於你之手 那我留你這條狗命合用 去死吧 賀蘭鐵漢 且慢 你以為我將你誘金這塔內 為不做其他佈置嗎 你們看看外面 糟了 該不會 一定 底下有數百名西夏兵 通通圍住了石塔 各個章攻被弩 火石上選 全都對準在這裡 塔裡被堆上一堆木材 恐怕是要 沒錯 如果沒有活出 活著走出這石塔 他們就會放火燒塔 你們就算再厲害 也插刺南飛 哼哼哼 這羽柱本是備而不用 沒想到你們竟然如此厲害 所以有備無患 成為治理 鳳姐姐 你要我們以他為止 離開這裡 如果我們到了塔下 那些團 團團圍困的鐵衛軍 豈能讓我們把他帶走 一地 到了這個地步 張茂子人先求全身而退了 此仇可以來日再報 都讓他們放火燒塔 只盼我們全都難逃一劫 哼哼哼哼哼 小猴小子 我剛按到了 賀蘭鐵漢 你這卑鄙無恥處死 我才不管這些 我要殺了你 我要殺了你 怎麼 你不在乎這些夥伴的性命了嗎 就算你獲出的性命不要 難道你捨得拖他們一起葬身火窟 我 我 笑兄弟 我 我的頭 不 我要殺 讓我殺 讓我殺 讓我殺了他 啊 好暗 什麼也看不到 什麼也聽不到的黑暗 我是怎麼了 是夢嗎 在看不見鏡頭的幽暗中 再覆再城的 彷彿永遠也不會結束的夢 是啊 那熟悉卻有好遙遠的感覺 另一個不是自己的我 在另一個幾乎 已被遺忘的時刻 我到底是誰 我想起來 我終於想起來了 我是尊神的祭祀獲勇 而和我一起來了這人死的 就是他 見識兵禮 曾經祭祖與羅侯 兩顆暗星之魂 降臨在這 歡慾了我們 最後一個目的 那就是實現尊神的願望 將死 重新帶回到這人死 這就是我們羅侯雙死的死命 霍祭祀 霍祭祀 嗯 祭祀大人 好啊 霍祭祀參見祭祀大人 本師曾經說過 上傳我十二之間 折殺五色 你竟敢不將本師致癌放在眼裡 可 可是大王分負小畢 請大人到華 華窮店面移鑰匙 小畢扣門數次 竟也沒有應聲 所以才開門進來看看 請 請祭祀大人訴罪 是這樣嗎 那是我錯怪你的 不過 下次我也得本師應允 可別再擅自闖進這裡 知道嗎 是 小畢一定勞進在心的 畢尼劍士人呢 他人沒在這裡 你可以有看到過他嗎 小畢 小畢不是很清楚 不過 劍士大佬他 好像不在皇宮裡 又去光星台了嗎 我知道了 你可以下去了 我馬上就去觸見大王 是 不知 不知老狼王有何事找我 還是去華雄店一趟吧 這是 這是人想夢境 當我們來到人間之後 唯一可以用來 串神聯繫的神器器具 唯一碰這個夢境 便能將我所知所見 穿越串神 而串神會藉由磁性 回復我們的力量 這補血用的 補血用的 補血用的 這個正義夜還是惡啊 不管 不會念 冥想神印的寓座 自從來到柔軟這些年來 都不少私在這個寓座上顧過 如今 這實力快要結束了 這是什麼 這是之前 降藥之以的 心婆和師神夜蒜 為了撼動天鬼 這夜蒜必須精確無誤 不過其中似乎有一些 謬誤之處 嗯 稍後續個再推算一次才行 請示 是 在這圍創成蘇谷的祕本後 就是通往城下的地底 廣域的路口 以前 城市這皇宮地窖的地方 如今變成通往地下 天洞裡的藥道 除了另一個重兵看守的小門之外 只有我和兵力可以從這裡 自由通行 這邊不能拿著和寶 哦 真的假的 是這樣嗎 看起來都沒東西啊 看起來都沒東西啊 從這裡往上隔去 是為了完成頂端的觀星塔 此刻不急於那裡找病理 還是先去花窮店 簡多讓我再說 哦 看起來這邊沒東西 好 先去一樓 好 先往下走 好 先去一樓 然後咧 這裡之後 一樓 就有個病女嘛對不對 病女在睡覺 周塔一樓 一樓左聽從左下方出去到周塔一樓 OK 應該在這裡 在這邊都不要拿對不對 這邊可以拿嗎 我蠻想拿的 真的不能拿 真的不能拿 我只是隨便走走 不用介意 不然 勒然 畢竟是小果啦 所以 可能的被憾潮跟匈奴左右 只要不知道背後說我不是的話 這個我們找這個 遍領他一向希望花朵 罷了,反正女人這些心事,我是搞不懂的 何關城的人都以為會用在幫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 誒,我要怎麼過去啊 這侍女居然這樣站著打瞌睡 看他已經太過疲累 我該叫醒他嗎 好,叫醒他 多點幾次 你醒過來了,睡得還舒服吧 哦,就剛才那個是你嗎 我,我幾次大人 奴婢不是友誼偷懶 實在是昨晚縫衣服縫太累了 其女人讓我,奴婢下次絕對不敢了 我,我一責怪你 管束你們並非我的工作 不過我們在這場大廊下去 旁邊的人都會知道你在此偷懶 啊,是,是的 多謝祭祀大人 對啊,祭祀大人 奴婢有一次情事 趁我祭祀大人要往這裡的東西 二發到哪裡去 有他整理東西 奇怪 估計有這回事 大概不是很重要的東西吧 嗯 選第三個 那個暫時就用不著 先幫我地下保護好了 遵命,奴婢這次去辦 激死大人,奴婢先告退了 像雷恩 開除他 不能開除他 至少把他們收,收完 收來當我們奴婢嘛 嘿嘿 大補王可以拿好了 大補王拿一下好了 這招一點會不會戰鬥 我會 沒,沒得補血 然後上面那個寶箱是怎麼 我們看一下 好,重要的劇情已經解 重要的支線劇情已經解決了 重要的支線劇情已經解決了 好,上到四樓就進支線劇情了 好,上到四樓就進支線劇情了 那是 夠了 不用再說了 大王 曾以為此久萬萬不肯 不用說了 這 竟然當初相信了霍基石 那就只有一路拒寒到底 咱們這些年來的辛苦 不過就是為了那柔軟的安楚大 和匈辱娘強之間 要是此刻親眼放棄 這些辛苦不都白費了 大王明見 那霍庸卻具有過冷人死 然而曾以為他耗費懦大 行臨見到那盤藍巨蟹 未必是為了咱們柔軟著想 複雜 那巨蟹只能靈活的親眼目睹過 光是雲豆山藥 便可使日月無光天氣四射 即使暴風沙嵐如萬情高橋 但偷偷醃製的暗軍鯊與逃毀 唐諾即使他真的能七藥競速移動 柔軟得著空天掌耀之力 請下更有誰的未必七五雜門 大王明見 天洞已既有爐實之力 岂會只用來助柔軟看大漢兇雲而已 厚勇建造天洞已所圖非潛 誠怕七藥競速移動之時 也正是人世萬劫不復之日 哎呦這個宰相到滿名是底的 他說的沒錯 咱們本是一介小國 順服大方口安 遠是常理 亦無損人民夫子 何必為了蓄蓄柔軟王之名 冒亮成大禍之前 大王啊 此刻停手 為時未完啊 古渣 你未免想的太多了 我此刻不想聽你的廢話 大王 誒 那我就是霍激石嗎 霍勇參見大王 不知有何事吩咐 霍激石 你來了正好 方才有信他的曬信 暗時復結石 同大漢無敵之命 就在十日之後來訪 霍激石 以你的神蹟妙算 漢朝此 此回來時 亦在如何 傅結石 離他同行的乃是漢將王徽 傅結石兼參軍之子 兩人你三萬兵馬 因為青閃 死成謀我 唐若然居不順服 不願成為漢朝對付兄者馬前主 並且以武力逼斬 和前兩制 並不誤同 即使成通天定 這點小伎倆 只是瞞不過人 不過三萬兵馬 非同小可 即使 你打算如何對付 天懂你的將要之以 到最後關頭 時刻不宜用來對付敵方兵馬 判軍正巧挑著時刻前來 只怕用心並不單純 這樣吧 我正關心他對周圍棄點 之內部下禁止 得要我所禁服茉莉超人通行 在漢時的到來這幾天 請大王派心腹未斥 待禁服看管放行 倘若敵人想強攻陸陣 我會見識便立刻前去迎戰 不愧是霍惡計時 凡是作戰也發言之中 此次交給你並萬無力事 許許小事不是掛詞 大王過腳 總而言之 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那麼我也不打擾你了 你有空好好休息吧 多謝大王 多謝大王 提取紙墊精細的神速巧購 將至其陰陽二所引致 可為莫大力量之源 有關這一方面 我很快最後有所結果 或用搞得跟科學家一樣 自從神話中環迪造指南側以來 能因應地下潮溼方向的器械 這是重要的平凝工具 這指導技能以七種不同的藥力質 藥力脂肪成像 在五根荒漠中 能以輕易推向方位所在 此時去由七次知曉 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去知曉 用製造了化鬼天移 這個複製造製的菱形 能因天象變化而轉動 在廣場牽鬼是極為方便 好 流神的製造團隊真的是蠻用心的 反觀還生結 唉可憐啊 還生結真的是可惜了 東方達文西 這該不會是他的藏書吧 回他 我的媽啊 這邊的書櫃 收藏著記載釋放地理形式的點字 既然我來到這個人世 便不能不對這事件的一切有所了解 這些錢人留下來的紀錄 雖然不經誠實 卻是絕下的參考資料 這邊的書櫃裡 收藏著天文形象相關的點擊 這世界的著人對天下的了解 還十分粗淺 不過由於他們的情侶觀察和紀錄 對天下運作的法則 多少有一些了解 而他們這千年來的詳細紀錄 對我吹動912的計算也很有幫助 這個書櫃裡收藏著醫藥相關的點擊 此事自然對豬體百孩的理解 極為粗淺 只是陰陽氧氣流動來解釋一切 只是遠不及遵守的創命大人 雖然如此 我仍希望有一日 忍小解自己的身體的一切秘密 那麼 或許有照一日 我就能 這書櫃裡收藏的點擊 替來著一次天下諸邦奇悟法寶 我們雖然來自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但此事並遵守這個世界的法則 而這些神器器庫的力量 多少可以成為我們完成使命的助力 OK 就這樣 OK 就這樣 燈頂密道 冰璃我來了 冰璃 果然 有一個人來到這裡了 冰璃 原來你在這裡啊 啊 對不起 我沒告訴你就來到這裡 有事嗎 沒事 只是忽然想知道你在哪裡 怎麼 這幾天 是不是當機了 這幾天你好像常一個人來到這裡 我已經見你沒在房裡 變相大概要去的老地方 對不起 不用道歉 我跟你在十二日間靜坐 本來不需要搶你陪著 只是 你這一陣子有何放心之事 不 我只是 想再多看這風景幾眼而已 風景 天都你的降藥之禮 還剩多久完成 嗯 降藥之禮最後的日曜分動 總共需要四位七七四十九天 如今已經完成一半有餘 怎麼了 那也就是說 再過二十來天 他們在這世上的使命就結束了 是的 而這人世 也將被黑藍色的幽界所籠罩 在七天的永恆之夜之後 再也不會有清 清晨的日出 再也看不到這麼燦爛的晚霞了 一切 都像我們所知道的幽界一般 只剩下沉寂的死寂而已 是嗎 秉林 你到底想說些什麼 我沒有想說些什麼 我只是一直在想 即使出於遵守的餘令 我們來到這人世的使命 把人世劃入五根的幽荒之中 到底是對不對的 和幽界全然不同的 這世界充滿了生機 即使在這堪稱與世隔絕的荒涼之地 卻有著無數戀人神癡的美 即使是城牆一角的小小野花 也上放著幽界中 所找不到的神之冥艷 霍庸 我喜歡這個人世 我 我真的不想這樣毀留他 見識秉林 你感到懷疑尊神的餘力 莫得他賜以生命 與一半全能的我們 就是為了諮詢他的命令而生的 尊神的意志 就是我們的全部 如果你被此事的虛項所獲 而心生叛逆 那麼 我在這裡除去你無妨 霍庸 你知道的 我自從被赤予昏滅以來 以前都只聽你的號令 但他並非全然出自己尊神的命令 而是因為你的緣故 如果你要為此阻絕我 不論何時我都心甘情願 殷勤救路 在他這之前 我只希望能聽你的肺腹之言 我想知道這世上另一個命運 和我相信的人 是否也和我一樣的心情 別說了 然而 不論你最後的決定為何 我不會忘記自己的身份 不會忘記我是你的見識 霍庸 是你建造了九魂天洞儀 只要你能藉由他 把幽界重新換為人世 完成交曉之以 只要你能決定這個人世的命運 你要一尊神之命 讓幽界充滿人間也好 要為你一尊神的命令 保護這個人世也好 我都在心能跟隨你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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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我們的最後會是如何 幽黎 無論如何 我們是不能背叛尊神的 我們只是他所送的人偶 既然還能創造我們 就能輕易地毀了我們 以照尊神的意志 將優肯帶回這個世界 那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宿命 宿命嗎 是啊 宿命 幽黎 此時此刻什麼都別說了 我們現在能做的 就是過度這所剩無度的時日 直到那 我們也不願意見到的一刻來臨 好嗎 嗯 我明白 我一切都聽你的 小心 有對頭來了 是誰 不愧是羅侯的祭司 這裡隱身的小企糧 真是不足掛齒 早知糧會由雅馨在此彈心 再一下就不來打擾了 你用的是幾乎平身之法 真身之法還在百里之外 你本想借 然後昂之日 之木 前來漢仔迪琴 沒想到卻闖入我部的結界 這次我不會念 神獸的名字我都不太會念 既然都到了這裡 就請閣下爆炒兵來 啊 惡記是客氣的 無音殿卓士殿 足惡將均相應便是 在下官低名為 只怕有愛惡記是傾聽 原來是天界的三品升降 可也不升低了 十日後要來訪的漢史副戒指 想必就是你吧 啊 惡記是果然厲害 在下這點小小寂寞 在惡記是眼中 真是不算什麼 哼 天界終是注意到這裡 不過別以為沒有王徽 領兵三萬為後盾 我們雙死就盼了你 等久住以鬼接洞 便是天師降臨我也不去 問肝膽士強逼攻我懶 我能讓那三萬兵徒 進階戰士狂魔 叫我吃過儀館 這麼說 奇藥的異動果然是 你硬機只好夠多了 準備死吧 兵你 備見 遵命 哦 好弱 他應該怕 暗吧 哈哈哈哈 什麼啦 怎麼翻一招都死了這樣 不會是既死或有 不過今日 善非你我絕以恥窮之可 這場勝負 就有到十天之後 嗯 等一下用了魂體奮鬥的桃料 早知如此 應該先加上風 接種困著三天上夜才是 他身為三平 或天神將 整本困不了他太久的 與其如此 不會等 來日光明正大 打上一戰 是啊 那只是天青的馬前祖 就讓咱們解決了他 對方也不會就是 散罷甘休 該來的遲早會來 只要我天動你的 逆藥優解 上萬兵徒 並不難打發 不過那小兵徒 是在要緊之時 破了封界闖入 可以就有點麻煩了 那時候就交給我吧 由手上的幻劍 與尊神之名 我不會讓他踏進羅山城一步的 那就有勞你了 既然敵人下了戰術 我得趕緊抓緊腳步才行 今晚就再行一次降藥之影 屆時 你也得在旁會有護震 呃 霍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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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我大概是太累了 降藥之影 其實耗費心神 我不要多費力氣對付他的 逼你 扶我起來 不 叫你這麼累 不妨就再休息一會 等事生到了 我會叫你起來的 這樣子 好嗎 又是那個神將 驱惡復返 怎麼辦 我是你的見識 就算神秘 我也守護你的 除非 除非你不喜歡 先生這個樣子 有尊神的見識在我身邊 繼續神將又何俱 也好 我就這樣子睡一覺吧 比你 沒想到整著你的腿躺著 原來是這麼舒服呢 嗯 你喜歡就好 憑你 有時候 我會這麼想著 怎麼了 即使以我 以我即使之能 果然還是不能沒有你 多謝你這樣子 一直追隨我到現在 從今以後 你還會繼續待在我身邊吧 嗯 永遠 永遠都陪在你身邊 你知道的 這是身為見識的我 的宿命與死命 也是我唯一的心願 是這樣嗎 其實 我也希望這樣的時光 能夠永遠繼續下去 永遠有你這樣伴在我的身邊 嗯 我也是 是啊 永遠 永遠在我的身邊 這就是 你曾經和我學校的約定 冰里 你醒了 冰 冰里 你 你沒事的嗎 在石塔崩炸之後 你就一直混亂到現在 我好擔心 冰里 我 我 你 你怎麼了 突然這個樣子 我做了一個夢 一個好長的夢 一個好長的夢 最後清新的真假難分 我在夢中 見到了你 一個很長的夢 嗎 嗯 那是個很長很長的夢 長到我都不太記得 我只記得是在一座古城之中 我們曾攜手擊退強敵 你還說過 我永遠陪在我的身邊 你還記得這些事嗎 嗯 我還記得 我知道我練得你 也還記得我曾經答應你的約定 雖然這一切在我的記憶之中 也指向的是飄滅的夢 但我知道 那都是真的 是啊 所以那不是夢 而是我們曾經共有 共有過的遙遠過去吧 我們很久以前 不但互相認識 甚至還是生死與共的夥伴 就是這舊日的牽絆與約束 讓我們在這漫長的歲月之後 再次相逢的嗎 我不知道 在我們從旁沙堡回來之後 我就再沒有想過其他舊日往事 你也還沒有 完全記起舊日的一切嗎 還沒有 那是場變道有模糊的夢 樹冷而死 樹冷而終 我唯一還記得的 就只有和你的約束 和最後從手上傳染了冰涼的感觸而已 不過 這樣就夠了 我總算知道 我這舊日會害死天涼的不想自止 是為了什麼理由降生到這世上 對不起 冰妮 你不用道歉了 要怪的話 就怪喜日和你定下約定的我吧 或許這一切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嗯 冰妮姐姐 下午大哥他好些了嗎 啊 下午大哥 對不起 我不是有意打擾的 你你不用道歉 我只和冰妮姑娘談些事情而已 嗯我知道 看到你沒事我就放心了 我我先出去了 我 糟了 選擇他 好像有點誤會 我該 哦 選劇情了哦 當然要選一啊 選一 對他每次都很會挑時間 連續兩次了 哦 剛才霍妮恩跟冰妮在那邊放賞 快 快忍不住了 選妹他大概是想多了 值得多說文藝 就讓他去吧 要是真的追上去 怎麼樣他誤會更深了 這樣子好嗎 既然他是慕容關主的寶貝千金 我沒不能反思都抑著他 此時此刻 怎麼還是談些自己的事吧 冰妮 我忽然覺得 有好多好多話想對你說 可是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就好像很久沒見的自由一般 再多陪我說一些話好嗎 好是好 可是 下午公子 啊 呃 白姑娘這怎麼了 抱歉抱歉 打擾兩位了 真對不住啊 我只看 剛才看到慕容姑娘 顏面奔出門外 就 不要緊 後說回來 什麼事勞返白 勞嫁白姑娘來遲 莫非這小公主有事找我 下午公子真是料事如神 公主當然說你應該已經請了 要請你到她房裡三億要事 她原本拜託慕容姑娘的情緒智慧 進門支持位置 最後牽我來看看 所以就不小心 哼 跟著莫怪 我們只是談談天 白姑娘不許多行 請你告訴小公主 我們馬上就過去 那我先告退了 那我先告退了 小公主會這麼慎重共識 小妹是有要事相許 賓妮 咱們先去悄悄是怎麼回事吧 嗯 真的剛如此 你在外面等著 小妹 你沒事吧 小大哥 我剛才只是一直死他 這件事 你可不可以怪在心上 那就好 真的對不起 那你操心了 想必白王姐姐 已經把事情告訴你了 我們就去見公主大人吧 他的客房就要最後一間 應該就是這一間了 好多人 夏侯儀 你來啦 坐吧 咦 你怎麼 怎麼了 有什麼好笑的 沒什麼 只是看一個小女娃 重屁處遊 我已經真的認真的樣子 我就覺得好笑 哈哈 怡弟 這樣很吃裡的 沒關係 笑過了嗎 笑過了 既然笑過了 那就先錄作吧 你會覺得奇怪 是因為還不曉得 我們神雀宮的遺歸 我們神雀宮是以忌魂轉身之法 相信公主之位 但每位佳女 自知情將離世之死 便會挑選 具有之子的女童 行忌魂之矣 將其那張女的 建立學識 經常傳給既認者 我身為神雀宮 第十三大張女 受忌魂之矣 不過兩年 因此在你眼中 然是個小女娃 但我可是十二大張女 冤枝博士的繼承者 今日是因為 與你牽涉相關的大事 特別在此異作 對你說話 你可明白 聽你這番說話 的確和一般小鬼頭大大不同 所謂與我切身 有寬之事 又是什麼呢 被把本公主當作一般的小鬼頭 銀魂正傳 夏威夷 你可知道那日 在蘇州鐵魂軍石塔 發生什麼事 鐵魂軍石塔 我還記得 那時我恨不得 把赫蘭體還碎勢萬斷 心理卻又知道這麼做害了大火 就在兩談之際 直覺氣血上衝 鵝尚忽然一陣熱 然後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是啊 那時以鵝尚的應與心中狂怒相隱 化成天火般的奔 奔至幽黄 終於身上并發而出 這股牛法控制大力 將整座石塔 焚死殆盡 現在原地 只剩下一個大窟窿 你可知道 什麼 真有這回事 一弟 當我們在神圈宮派去的馬車中醒來時 遙望書中沉寢 的確在於不見那石塔的終野 你的力量 坐實驚人的很 那麼 長前輩的兒子沒事吧 我事先先當初你們將有此難 敢去以成分將幽黄擋住 否則消失的 就不只是石塔而已 不過 你的幽黄威力實在太強 我只來得及一頓位置 好像塔內豬人 競速移出 我雖然不清楚他們被移頓到何處 但想必都平安無事 那就好 可是 那幽黄又是什麼 我竟然有這樣的力量 為什麼 還有我兒上的硬 我只是從小把他當成狼看的胎器 所以從小就把他遮著而已 然後你說的幽黄又有什麼關係 夏侯儀 你並非尋常凡人啊 與此 沒有絲毫自覺嗎 我不知道 皮卡現在不說 在我離開何處之前 我只是個鄉下小伙子 並是幫娘打打雜 和高爾丈談天說地 念見習武 除了一頭金髮外 我不覺得自己哪有特別 也難怪 這遠非常人所能理解之事 夏侯儀 你相信輪迴轉身嗎 輪迴轉身 我相不相信都無所謂 但是為何突然問起這個 夏侯儀 發生你周遭的一切 並非出於偶然 即使轉身的 素幽 敵去了前身的記憶 即使你已經然全然相逆的樣貌 在這世上重生 你在前世留下的因果結業 和曾有過的力量與使命 依然與你今生的宿命 有著解不開的糾葛 那幽黄也是你 源於魂魄共生的力量 只是歷經轉身的你 遭已忘了此事 而然被這千年的時光 所盛放的一切 如今 若將隨著那燒見死塔的幽黄 而復生了 夏侯儀 你真的命運 現在才要該死啊 因果結業 我不信 什麼前世的事情 我是誰的轉身之類的 那都和我沒關係 現在的我就是我自己 為何我非得過 過去的命運所復不可 因為簡靈還需細靈人啊 夏侯儀 被過去的你勞亂的死 死亦與天命 仍需永遠之所做個了結 不論最後你就挽救 毀了這個人世 那都是你必須成就的宿命 你就是為了此而 才回到今世的 你還不相信嗎 證據就在你身邊呢 難道你願意相信 他這千年漫長的等待 也是謊言 千年漫長的等待 你是指 千年嗎 我還是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如果你想告訴我些什麼 難道不能說清楚一點 我不能再說了 我只能告訴你 你盡量的宿命至關重大 但是天氣不可泄露 現在的一切都還不能告訴你 不然就違背天地造化了自然陰域 真是所有你的命運 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 所以下回 去找回你失落的過去與宿命吧 或許等於想起一切 明白一切的時刻 也就是你必須做下抉擇的時刻 而我 也會盡在那一刻的來臨 來臨 別說了 我不相信 你這信口胡說的小鬼頭 說這裡大票虛無飄飄的鬼話 可是我聽了半天 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這叫我如何能相信 你又成為本公主的小鬼 而且我說過了 天實位置之前 我什麼都不能告訴你 竟然如此 您剛才說的不全都是廢話 小鬼口就是小鬼頭 有什麼好捨棄的 竟然不肯告訴我 我也不想聽 喂 我可是為你好耶 還有 我說別再叫我小鬼頭了 誰稀罕你的好性呢 看起來一幕倒暗貌然的樣子 其實骨子裡 還不是個小鬼頭 小鬼頭 嗯 氣死我了 哎 怎麼變成這樣 風大姐 你幫我說句好話 好嗎 好了好了 兩人都比孩子氣得好嗎 一定 你年紀也不小了 這方氣我一個小妹子 可不像以後做的事情吧 看到風起的面子上 我就不和你計較了 至於我的天命 淺深淤淤 你都自己去操心吧 告辭 笑大哥 等等我 我去看看他的樣子 真對不住 公主大人 一定年輕還輕 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 剛才得罪之處 還心裡多包含 不怪他 我自己也太孩子氣了 況且突然告訴他這種事情 他一直不能夠接受 也屬常理 話說回來 公主大人 你認為他 真的是 我的推章 是不會錯的 毀滅師塔的幽黃 也不肯發自他的人 正好就在千年之後 他回來實現他的諾言了 一如新耀所顯示的一半 我就是為此來到西域的 只可惜今後的一切 都還朦朧未泯 在主要再次 明示天照之前 得老領替我多注意他了 公主大人 這件事會教育我吧 不過在這之前 我想先讓他到處走走上行 他教育出了那種事情 或許這樣 讓他的心情好些 這樣也好 不過我們最好別走太遠 要要做了什麼事 神雀功也好究竟照應 就是公主大人 那麼我們告辭了 嗯你們去吧 小小大哥 你還在生氣嗎 不 我只是覺得 這裡真是沒用 我們這些小公主的話 並不講 可是 我還是害怕面對過去 不可知的一切 為何非得承受全身 宿命的羈絆不可 為何我不能就這樣自由自在 當我自己 最初的時候 我絕對是這麼想的 可是 可是 如今天娘都已去世 高老丈也不在了 合作已經沒什麼好回去的 現在的我 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人 或許就是小公主所言 這一切 是冥冥中的安排吧 我真正的宿命 現在才要開始 倘若真是如此的話 倘若真是如此的話 那我也不想再逃避了 冥妮 那一切重新從這裡開始吧 我下了決心 要找回所有的 命運與未來 如果你只能在那等著千年 那我知道要知道為了什麼 那個夢 和小公主的話 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 嗯 嚇唬老弟 說得好 古大哥 風姐姐 嚇唬老弟 人勇氣面對未知的過去 這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我看得出了 你是成福天命的不凡之人 所以不知將來還發生什麼事 但別忘了你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事情 我相信在場的眾位夥伴 也一定會全力幫你的 是啊怡弟 你別忘了一個人承受這一切 別忘了還有我們在你身邊 嗯 不管下午大會上哪去 我一定跟著去 多謝各位 邁步前行 前面已到 前面已幾道 就是許命他淹沒在過去的一切 或許 這就是現在的我 唯一能做的事了 在這之前 還請大家 繼續助我一臂之力 怡弟 以後民宿日出獄 先別想這麼多 在我們先到附近逛逛 你也順便升上新吧 嗯 就這樣子也好 那我們這車走吧